佛菩萨的那个情 那个爱是真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起心动愿 没有分别之处 谁能得到佛菩萨的爱呢 情而言之 是信念 你对佛菩萨有一分信心 你就得一分的爱护 两分信心 得两分的爱护 这是情而说起 对凡夫讲的 什么时候你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呢 你也做到无心的 你就得到圆满的 圆满的 是相应 从性命而感得的是感应 感应跟相应不一样 感应我们是凡夫 相应呢 我们就不是凡夫 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了 没有说一念感应一念佛 你要想去消灾民 去除这个境界 还有什么在那 利益要懂得 要透彻 美国经许的会训失去 小时 年轻人 解放